来到第31届摔跤狂热主赛场 大狗雷恩斯挑战了野兽大布腰间上的 WWE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而这场比赛也几乎成为了大布的个人表演时间 在比赛还不到30秒的时间里 大布便以德士后翻摔 摔下了雷恩斯后 完成了本场比赛的首次F5 接着便统治了比赛大部分的时间 过程中大布以教科书般的方式 向大狗打出了十次后翻摔 以及三次F5 但却依旧无法让雷恩斯俯首称臣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而就在被雷恩斯撞向擂台柱子后 留了一头番茄酱的大布 开始无法正常站立 现状后的雷恩斯则立即成胜追击 以用三次超人重拳击倒了大布 并撞出了两次Spear 尝试减弱大布的抵抗能力 而尽管如此 大布依旧对压制做出了否决 而就在雷恩斯再次打出超人重拳的时候 大布顺势抬起的对手 完成了第四次F5 两人也因此出现了体力透支的现象 谢洛令则抓住了这千斩难逢的机会 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 登上了比赛擂台 向主裁判兑现了公文包合约 并在把雷恩斯踢出了比赛区域后 向大布踢出了一脚Custom 而就在准备以第二脚Custom 彻底激划野兽的时候 却被野兽做出了逆转 抬起了自己 索性就在准备打出F5的瞬间 雷恩斯一招Spear撞倒了野兽 但下一秒便被Custom踢向了自己 并进行了压制 完成了独秒 就这样 WWE从来就不缺 荷棒象征 一翁得利的故事 而这一次 则是谢洛令成为了一翁 靠着雷恩斯的助攻 夺下了职业生涯中的 首个顶级冠军头衔 你好 欢迎来到绿眼镜频道 今天绿眼镜将为大家带来 大狗的故事第十二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与分享 你的支持是眼镜凶的动力 结束了摔跤狂热比赛后 随止帮开始向反对派选手 做出打压 就在兰迪询问Kin 关于极限规则比赛上 谁能成为第一挑战者的时候 不厌其烦的红色怪物 竟将兰迪与雷恩斯和Livek 撮合在了一起 决定让三人进行一场 三重威胁比赛 与选出第一挑战者 并借此奋发三人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 在这场三重威胁比赛开始前 三人都必须通过考验 各自进行一场单打比赛 而雷恩斯的对手 则是赢下了巨人安德烈纪念赛的Bick Short 过程中耗尽必胜乃力的Bick Short 始终无法让年轻力壮的大狗 俯首称臣 而就在Bick Short体力逐渐消耗后 雷恩斯开始做出反击 向Bick Short打出连续的一拳超人后 指出大招Spear撞倒了大块头 并成功完成了压制 证明了自己夺冠的实力 然而就这样被大狗打败的Bick Short 又怎么可能咽得下这一口气呢 Bick Short开始打起了嘴炮 不停的调侃雷恩斯 在摔跤狂热上的失败 但就在雷恩斯把Bick Short怼得哑口无言之后 不服气的大块头把雷恩斯砸向了 在某爱情动作片经常出现的伦敦德士 最后再把失去抵抗能力的大狗送上了车顶 向其执行的大招锁喉摔 接着Bick Short向WWE宇宙宣布 他将在接下来的极限规则比赛上 以雷恩斯进行一场最后战力士比赛 来到2015极限规则主赛场 为了报复Bick Short把自己砸向了伦敦德士 大狗各自了挑战WWE顶级冠军的计划 与巨人进行了最后战力士比赛 而就在此处超人飞腿踢向了Bick Short后 大狗拿出了长挫准备为巨人做出进一步的打击 可却被复苏的巨人扣向了自己 砸向了防腹篮 并把长挫砸得支离破碎 接着还在大狗利用剑刀棒做出攻击的时候 Bick Short直接将对手撞向了擂台柱子 一度让雷恩斯几乎失气的意识 然而雷恩斯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气馁 在长挫以剑刀棒都无法对巨人造成任何威胁后 雷恩斯请出了最好用以最具威胁性的铁蚁大神 果然在遭受了铁蚁的几次打击后 必须有开始显入疲态 雷恩斯则打铁趁热 使出DDT将巨人砸在了铁蚁之上 但这却无法让巨人彻底失去战力的能力 于是雷恩斯又搬出了两张长挫 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而就在大狗回到比赛内台的时候 却被一招KOKO拳揍倒了自己 索性就在必须准备一锁后摔 将雷恩斯砸向长挫的瞬间 雷恩斯及时做出了反击 以用萨摩亚摔将必须砸向了长挫 反而必须却没有因此处于弱势 反而还在使出Spear撞倒了大狗后 为其来了一招泰山压顶 将大狗压得私心裂肺 而为了得到喘息的空间 趁着必须登上高处准备一夜而下的时候 大狗及时步向了对手 导致巨人失足撞到了大象 一股难以承受的痛苦直接上头 让巨人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接着就在把巨人抛向擂台中央后 大狗以不间断的一拳操人攻击了对手 但巨人却消化了来自大狗的力量 将其转换成锁喉摔 直接将大狗摔下了擂台 砸在了长座之上 反而就在必须认为 自己肯定会一下比赛胜利的时候 大狗却奇迹般再次站立了起来 于是为了避免主熟的鸭子被飞走 必须将台阶摆设在了播报员区域 并驱赶了所有工作人员 肆意会有精彩的表演 可就在巨人回到比赛那台 信心满满的使出spear撞向大狗的瞬间 大狗却突然做出了闪避 导致必须自食其果一头撞向的长座 而大狗则在必须尝试站立的时候 快速补招使出spear撞倒了巨人 并在巨人退下比赛那台的同时 大狗再接再历 使出spear将巨人撞向了防腹栏 可巨人依旧保持着作战能力 并将大狗扣向了播报员区域 准备投下大招锁喉摔 索性大狗及时摆脱了巨人 再次使出spear撞倒了对手 接着为了让必须尝无法再次站立 大狗利用身后的内力 抬起了播报员桌子 压在了巨人的身上 让巨人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就这样雷恩斯赢下了这一场 最后站立式比赛 来到极限规则比赛后的首场洛节目中 成功换卫WWE冠军的洛琳 因为不满King在铁龙战比赛上的行为 像King做出了羞辱 认为King只不过是一个负责看门口的人 而如今的洛琳已经打败了大布大狗还有毒蛇 并牢牢控制着WWE冠军头衔 King则立刻做出了回应 表示如果不是洛琳非法使用RKO 那么如今的冠军将是兰迪奥顿 而洛琳也不会有机会 在擂台上把牛吹上了天 紧接着兰迪奥顿来到了现场 并做出了抱怨 就是因为洛琳犯规使用RKO 自己才会输掉比赛 所以我要再来打一场比赛 别扶说八道的光头 谁告诉你我用了RKO 我洛琳打出的叫SKO 不是RKO好吗 所以名字都不一样 怎么犯规了 闭上你的嘴貓你 我又不是跟你说话 我是和King说话 别插嘴 雷恩斯也迫不及待登陆了体育馆 认为自己已经除掉了巨人Big Short 应该也配得上挑战冠军荣誉 于是King把球踢给了观众 宣布洛琳在配备上的对手 将由观众们的票选做出决定 在答案出来之前 Rolin将会与自己合作 和两位潜在对手进行一场双打比赛 而就在两队人马来回对抗的过程中 King一手扣向了大狗 试图打出锁喉摔击落对方 但却被大狗以身后的内力做出了阻挡 Rolin本想做出偷袭 结果却意外一脚踢倒了King 而小光头也在与大狗纠缠的过程中 又一次撞向了尝试再次站立了King 不仅如此 Rolin则在另一次飞步中 又又又一次意外扑向了King 于是连续的失误让King大发雷霆 直接一拳揍倒了Rolin 接着便将Rolin送上了比赛擂台 撕下了大招一拳超人 以及RKO输掉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 King宣布了观众们的票选成绩 最终观众们最希望的是一场 三重威胁挑战赛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 Rolin感到无比的沮丧 雷恩斯与兰迪则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大狗甚至使出Spear撞倒Rolin 来为这一场胜利助兴 虽然大狗与兰迪 获得了挑战冠军荣誉的机会 但两人也因此发生了争执 而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New Day插了两人的嘴 声称会把快乐带给两个消极的人 并要让两人享受一下 和WWE双打冠军打架的感觉 比赛一开始 大狗与兰迪战尽的优势 轮流向对手展示了各自的强大实力 但就在大一登场不久后 大狗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对手 两次有力的后翻摔 便减弱了大狗的作战能力 所幸顽强的大狗并没有因此而屈服 在经过了一番挣扎求存后 以兰迪进行了替换 兰迪则以势如破竹的攻势做出了打击 大狗则以一拳超人挡下了大一的偷袭 可就在兰迪使出RKO击落对手的当儿 付出意外的意外还是发生了 大狗误撞了兰迪 导致兰迪被Kofi完成的压制输掉了比赛 除了这一场失利以外 两人与洛琳在配备上的比赛也出现了变数 不争气的洛琳在接下来的单打比赛中 输给了DMbros 让Mbros获得配备上的参赛资格 于是三重威胁变成了四重威胁比赛 而雷恩斯这一次的失误 又会让他与毒蛇之间的关系 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配备比赛上 面对过去两位曾经情同手足的战友 雷恩斯又能不能够战到最后 活下职业生涯中的首个顶级冠军头衔 雷恩斯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大狗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